警方穿著防彈背心 鶴槍實彈來到這一處民宅 出動機具破壞大門 進到屋內針對每個房間 進行逐一搜索 除暴特勤隊進到屋內 房間內一名打赤膊的刺青男 完全來不及防備 只能乖乖就範 他是洗錢集團成員 一名男子和女子當場被捕 眼前這名男子 其實是洗錢超過一億元的 集團主嫌 警方搜出一疊一疊的鈔票 這都是民眾的血汗錢 紅性嫌犯招募人同成立公司 再把人同公司騙到的錢 轉到犯性嫌犯 設立的人同公司賬戶 層層移轉後 車手把錢領出來 交給詐騙機房 還在手機造假對話記錄 又借貸為由版人同公司 或是以虛擬貨幣交易的 對話記錄掩飾 警方向上清查源頭 抓到以無性嫌犯 為首的水房集團 110年6月到被警方查獲時 已經使用11間人同公司 詐欺143人 洗錢金額更是高達 1億4千萬元 將無性嫌犯等13人 以及紅性嫌犯等10人 分別依涉嫌刑法 詐欺洗錢防治法 以及組織犯罪條例 移送新北地檢署偵辦 去年發動第一階段 在雙北台中 以及桃園調查搜捕之後 專案小組持續搜證 4月13日再度發動搜索 拘騎13人到案 揪出幕後藏禁人 清剿整個洗錢犯罪集團 靖新聞李昕如賴 文中趙建林 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靖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靜聲靜美 靜好新聞